ok 我现在开始录屏了 然后 好 那我们就开始吧 可能需要转一下 转转一下灵魂 ok 好 那我们开始吧 大家好 我是周家孝 今天我想 给大家讨论一下 go vs Haskell vs Rust 他们在多线程机制上面 有哪些comparison 这是一个language comparison talk 我不想表达我对某一个language的立场 比方说我喜欢哪个或者不喜欢哪个 我只是想单纯来比较一下他们在 concurrency还有一些language specific feature 上面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ok 整个talk的所有的source code 全部都在这个github link上面 如果你们想check out 可以去这个链接上 先来讲一下我自己 我叫周家孝 然后我网上的名字 go by Moussaka 我是微软的一个软件工程师 然后我平常的工作是给 data scientists 写一些Azure machine learning tools 我是UCSD毕业的 然后如果你需要给我加个标签的话 我可以说是programming language enthusiast 我比较喜欢研究各种各样的programming language 然后研究他们的背后的理论 我也是两个virtual meetup的organizer 一个是PL meetup 是专门讨论 programming language theory 另外一个是system meetups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meetup ok 今天的agenda主要是我会先谈一下 我自己学着他们语言的一个history 然后我会来展示一个simple resource sharing example 他们是shared by memory 或者shared by其他的resource 三我会来讨论一下haskell 它是如何做safety resource sharing的 在讲haskell的时候 我会讨论一下它的mona feature 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说过mona这个词 没有关系 可能这是你第一次听说mona 然后呢 我想尽量是讲一下high level idea ofmona 因为这个talk只有一个小时 不可能把它讲得非常的准确 但是如果你听说过mona 那我们或许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关于一个bonus content 我会讲一下safety transaction memory 然后它是如何work 它在haskell里面是怎么implement的 四 我可以来讲一下rust 关于rust 关于rust是如何 把rust这门语言是如何design成为一个和C C++一样有high performance这门语言 但是同时它又保证了safety memory safety 还有这种concurrency safety 它主要的贡献是ownership system 最后会讨论一点final thoughts 还有会稍微聊一聊 如果你们对haskell和Ross感兴趣的话 你们该如何get started 在2016年的秋天 当时我还是一个大义的新生 然后有一天我在lab里面做着当时的java 还有C++的programming assignment 编程作业 然后有一个有人C跑过来问我 你知道haskell吗 我说啥 他说haskell是一门 pure statically type lazy functional programming language 我说啥 他说 你不懂没有关系 然后他就他就从他的书包里面掏出一个macbook pro 然后指着我说他写了一段haskell吗 他觉得特别特别的elegant 是他写过的the most beautiful code ever 虽然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觉得他写的码是什么了 但是呢他当时给我的这一段描述是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然后呢实践转眼其实过去了两年 我在大学里面报了一门编程语言的课程 然后在开学第一天 我来到这门课 然后看着他的syllabus 然后他的syllabus上面说 这门课的所有的programming assignment 都必须用haskell来implement 然后听到haskell这个词 我就想到两年前和有人 C的一段交流 然后我心里就想 完了我这门课要拿C了 然后 正是因为对haskell的恐惧 让我花了大量的课外时间去学习haskell 然后我找到了一些网上比较好的resource 比方说 论用haskell for great good 还有real word haskell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书 然后他们最大一个特色就是他们是free的 你可以去网上找到他们 然后来自学haskell 虽然我也请有人帮忙 然后有一些haskell的概念搞不懂 想去找他们帮 想去找他帮忙 但是遗憾的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把兴趣转移到其他的方向了 我特别推荐real haskell 这本书 它是一本600面的书 然后他详细的介绍了haskell在industry level 该被如何 该被如何implement ok 又过去了一年 在2019年 那时候我已经觉得自己算是比较了解haskell了 然后haskell又是一门这么复杂的语言 所以我当时的自信心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 我觉得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语言能够难到我了 我已经知道所有语言的features了 就是相当于是学会了haskell就学会了整个programming language theory 然后又到了某一天 我在lab同样做着programming assignment 然后这时候又遇到了我的友人C 他跑过来跟我说 你知道Rust吗 我说Rust是啥 是个编程语言吗 他说是的 然后他跟我说 你一定要去学Rust 我说为啥呀 然后他跟我说了三个词 Zero cost abstraction 虽然我当时完全没有理解 他说了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Rust难道会比haskell还要更好吗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要知道Rust的是zero cost abstraction 我就哑口无言了 我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心里在想 abstraction我知道是啥 haskell这么强大的类型系统 然后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多的做abstraction的方式 但是zero cost 是说写这门语言没有任何的代价吗 我就抱着这个疑心 我没有继续去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直到有一天我在读一本 MIT的入学 比较经典的一个课本 叫做Structure and Interpretation of Computer Programs 它是由Albson和Sussman写的 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呢 他quote了一个Alan Perlis的一句名言 Alan Perlis是一个图灵奖的最初的得主者 然后他有提到一句说 Lisp programs know the value of everything 虽然我承认我自己是个Haskell program 不是Lisp program 但是Haskell和Lisp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都是函数式变成语言 然后as a Haskell program 我知道value of everything 是因为Haskell的所有的表达式 它最后运行出来都是一个value 但是the cost是什么呢 我从来没有了解过 仔细了解过Haskell 它的内存机制是什么 它创建一个object 它一个function call 它的内存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又想起有人C跟我说的那个 Zero cost abstraction 立马激起了我学Rust的兴趣 后来到了2019年末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网上搜Rust的资料 然后正是这时候 我找到了至今为止 我觉得写的最好的一本 关于编程语言的书 叫做Programming Rust 它是由Blendy和Orendorf写的 这本书是真正的让我了解了 Rust的ownership system的机制 是如何implement 也让我明白了Rust是一门多好的语言 如果你去Sack Overflow 2020年的survey 你可以看到在大家最喜欢的编程语言里面 Rust是排名第一的 而且是遥遥领先 它有着86.1%的Loft 已经远超第二名的TypeScript 还有第三名的Python OK 到了大概2020年的时候 我又看了在YouTube上看了一个video 它的title很有意思 叫做Rust, Julia和Go Rust, Julia和Go 我知道是三个比较新的语言 其中我已经知道Rust是什么 然后这个title继续说的是 Disruptive new programming language Changing the face of computing 它这个词 Disruptive用得很微妙 然后在video里面Clam说的是 Go, Rust, Julia这三个语言 可能就是我们编程语言的future 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替代 我们现在用的C Sharp, C++, Java 还有Python这三个语言 Julia去替换Python Rust替换C++ Go替换叫Java 然后呢 这个视频让我产生了对学习Go的兴趣 然后正好到2020年末的时候 我开展了这个System Meetup 然后在System Meetup 你们知道我们要学这个MIT这么课 然后所有的programming 都是用Go来implement 所以我就稍微的去了解了一下Go Programming 这三个语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都claim easy and painless communications between shared resources 他们对concurrency的support 都是放在首位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可以去Go的主页看 share by communication 这里提到 Do not communicate by sharing memory Instead share memory by communicating 如果你去Rust的主页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篇博文 叫做Fearless Concurrency with Rust 然后它下面有一句话叫做 The same tools that make Rust safe also help you track concurrency handle 第三 你去Hasco的官网 可以看到Hasco把Concurrent 这个feature放在官网的首页 告诉大家Hasco 是一门对Concurrent支持多好多好的一门语言 我这里列出了一个表格 当然Concurrency models 是一个不是很well defined的一个理念 就是你不能把某个语言group到某一个领域去 因为Concurrency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field 但是我这里总结的是 对于threat safe来说 就是threat与threat之间 会不会有communicate 会不会有完全做到isolation Go是做不到的 但是Hasco和Rust是可以的 他们是如何可以做到的呢 因为Hasco是一门函数式语言 所以它by default 它有immutability 让它做到threat safe Rust不是一门函数式语言 它更像是C++ 但是它有一个比较独具创新的ownership System能让它做到完全的threat safe 然后对于更primitive的mutech support 还有channel support 这三个语言都可以做到 OK 那么我们如何写一个simple concurrent programming go at Rust and Haskell呢 我们先从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开始 就mutate一个variable 然后把它加以 当然这个block of code 是可以有不同的 可以有多个threat来access 然后我们是如何保证最后的结果是对的呢 就比方说如果有有两个threat threatA和threatB 他们要同时access这个block 如果你不做任何处理的话 你最后出来的结果 如果n initialize为0的话 你出来的结果有可能是1 也有可能是2 OK 然后 这是三个语言不同的implementation 来做同一个操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go这个代码 我们是iterate1000次 然后在每一次里面我们用go 这个go special syntax 来发一个go routine或者一个threat 在go routine里面我们有个mutex 把它给log起来 然后给n++ 之后过去之后 我们给这个mainthreat睡2秒 之后把n给print出来 nprint出来 如果n在上面initialize为0的话 nprint出来就是1000 这个go的syntax和c还有java还是挺像 它用到了很多primitive operation 比方说这个mute.lock mute.unlock 还有time.sleep之类的 然后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rust的代码 rust代码是这个右边这一串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首先是savedata 这是一个variable 然后我们把mutex.new 传给savedata 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 mutex.new new new这个keyword 应该可以猜到是一个constructor 它construct了一个mutex 但是它把0放到这个mutex里面了 这个和go很不一样 接下来它建立了1000个handler 每一个handler变成一个iterator 然后再map一下 然后对每一个handler 你都把savedata给clone一遍 然后呢 再用thread.spawn 来spawn一个newthread 在这个thread里面 你给data进行mutate 给它加1 然后之后把所有map出来的结果 都collect到一起 然后最后三行 你可以看到 我是iterate一遍所有的handler 然后把每一个thread都join一下 这叫做spawn drawing paradigm 就是你先spawn一个thread 然后等 然后再把thread给join起来 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用time.sleep 来等 来让mainthread来等 这个mainthread会把等所有的thread 都join好之后 它会把这个savedata给print出来 最后print出来的结果也是1000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haskell这个代码 haskell 和其他的语言都不太一样 你可以大致猜一下它在干嘛 比方说replicate一千一 这是把一这个东西replicate一千次 或者说把它变成一个array 然后这个array里面有一千个一 然后对于每一个一 我们都做一个for concurrently 然后把一直接给return出来 然后我们这里的result 应该就是一千个一 然后拿到这一千个一之后 我们最下面是说put string len show some result some result 你可以猜出来 大概是把这一千个全部加起来 就是正好是一千 show 是一个把stream变成 把integer变成string的一个converter function 然后put string len 就是把它给print出来 你可能心里会问 haskell为什么写出来 就这么看上去这么简单呢 一个show answer就是 因为我作弊了 为什么 因为haskell是没有办法表达 n等于n加1的 在haskell里面 所有的表达式都必须得是pure的 什么是pure呢 pure说的是program is the expression that evaluates to a value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表达式 所有的表达式 最终会以value成一个value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你不会有side effect 你不会有副作用 不能写出n加加这种东西 来mutate in the variable 不能print hello to the terminal 因为print这个function 如果它是pure的话 它不能产生side effect 你也不能在你的程序里面 写launch missile这种 这种会有非常非常多 side effect的functions 所以我再强调一遍 haskell has no side effect 真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个haskell program 假设我们要implement一个quicksort 不知道你们还记得quicksort吗 就是quicksort可以先从一个array of elements 最后我们要把它给sorted 然后我们拿这个element呢 是从拿出第一个来 然后把它比它小的放到左边 把它比它大的放到右边 然后在recursively sort 左边和右边的部分 我们这里的implementation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看sort 这是一个function 它的第一个parameter 是一个list of numbers 然后它的第一行是sortemptylist 等于emptylist 这是一个base case 第二行说的是sort x加加sort 这个加加是把两个list 给concat在一起 那么sort sort 和sort 当然就是recursive recall 那什么是ls呢 你可以看到where 这个statement下面说 ls是所有比x要小的数字 在xs里面 rs是所有比x大的数字 在xs里面 所以就是我刚刚说的 它把第一个element拿出来 然后把剩下的element group 成两个堆 一个是放所有比它小的 一个是放比它大的 然后再recursively sort 这两个 所以haskell 你可以用五行 表达出来一个quicks or implementation 当时对我来 对我而言 当时我刚学haskell说 这还是比较震撼的 所以haskell没有sortify的一个好处就是 它非常简单 做parallelism非常简单 因为所有的sub-expression 都没有sortify 它每次evaluate都会是同一个result 所以每一个sub-expression 都可以run in parallel 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个特性 haskell是functional 是函数式的 什么是functional呢 说的是 haskell里面所有的函数 都是e等公民 它们都是values 那什么是e等公民呢 就是functions 第一 它能够assign给一个variable 第二 它能够pass to other functions 第三 它能够return from other functions 所以任何满足 这三点条件 我们都说 这个函数在这个语言里面 是一个e等公民 它和其他的integer string都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像integer 你可以assign给variable 可以pass给other function 可以return from other functions function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它就是印度公民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第一个week讲的map reduce 在haskell里面的type 是什么样的 这个map colon colon 是说这个map是个function 然后它的type 是 是右边这一串 比方说 map colon colon a到b 到list of a 到list of b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map 这个function 你可以想象成take两个argument 第一个argument的type 是a到b 第二个argument type 是list of a 然后它最后return的type 是list of b 那什么是a到b呢 a到b是一个function 它take一个element of a return一个element of b 所以map本身就已经是一个higherorder function了 我说higherorder是说它的function 它的parameter本身就是一个function了 然后我们说的reduce 就是在haskell里面是foldl 然后haskell里面还有一个叫做filter 是给一个function 然后它return bo bo是either true or false 然后depends on true or false 然后把list of a给filter出来 我刚说这一点的话 其实挺confused 我想给你们来demo一下haskell 在我的电脑上是如何运行的 ok 我现在有一个terminal在这里 Let me know 你们觉得太小了 我先把它放大一点 然后我先fireghci ghci是一个haskell的repo 你们如果用过python的话 应该比较熟悉 就是typepython 然后也可以在里面 做一些interactive的programming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map的type 是什么 a到b 到list of a 到list of b 这个colon t 是说我要知道这个map 这个function的type ok 那比较basic一些东西 比方说3乘5 在haskell里面 evalu出15 比方说我可以有hello 这个没什么关系 hello 我可以把两个list hello 在haskell里面 是一个list of char 我可以把两个list of char给concat在一起 比方说hello world 然后我用这个加加符号把它们concat在一起 然后我就得到了hello world 我可以用一些haskell自带的一些function 比方说product evalu出15 乘起来等于40 在haskell里面 如果你要做那个application 就是function apply to argument 你是不需要那个parentesis 就是平常在其他语言是要这么靠的 但是在haskell里面 你可以不需要这个parentesis 就加一个space就好 它就像是把后面这个当成一个argument 放到前面这个function去 ok 我们也可以define一个function 比方说define一个function 叫做increment 它take任何一个x 然后把returnx加1 那么在haskell里面就是写incx等于x加1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type是什么 它的type是a到a 这个a是一个number 是一个generic type 你们可以在可能在cshop和java里面遇到过generic types 然后我们现在有这个int function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何用这个map map呢 上面说了是第一个argument是一个function 它是a到b 那我们这个increment正好是a到a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它的第一个argument 然后map inc 然后它第二个argument是一个list of a 那我们这里可以说是12345 那出来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guess 直接给你们看答案吧 是23456 它把里面每一个element 全部都increment里面 就是把这个increment apply给了每一个element 比方说inc1 inc2 这样然后把它group起来 当成一个list return OK 我们可以写的更简单一点 在那个haskell里面有这种写法 1到5 然后甚至 这个可能对你们来说比较surprise 我可以直接 map inc1 一点点 我没有一个upper bound 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它会无限的这么run下去 给每一个输入都increment 因为这个一点点它是一个infinite data type infinite structure 它是从1一直到无限大 OK 我们来看一下 我之所以说haskell是functional 是因为它的function是一等公民 对吧 所以像我刚刚给你看的3乘5 你可以把乘法本身看成是一个function 这个star这个符号它就是一个function 那如何验证呢 我可以把它type打印出来 它的type是a到a到a 它take两个值 然后返回它们两的成绩 比方说我可以说乘法35 这是一个也可以这么用嘛 然后3乘5和这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我可以用把它用在map里面 比方说我想给每一个list 1到10给它们全部都乘上10 我可以说10乘map10乘1到10 那就是10到100 或者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加加这个符号 是做listconcat 我们也可以这么做 比方说map 我给每一个list都append一个42进去 412加加 然后呢 那我的argument就必须是一个list of lisp 是一个qd array 对吧 然后我可以用到hasco里面的list comprehension 这个和python有点像 1到10 for ok 我这写的是什么呢 是说我 从1到10里面取出一个element 没取出一个element 然后build的一个array 从1到10 那么它这个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先把这个map给去掉 它是1234567890 然后这个重复10次 ok 然后可以说 此时啊 加加这个东西 oops 不好意思 就是把每一个list之前都加了一个42进去 你可以想像在hasco里面做这种对list进行操作的方法有多简单 就是你可以用很多很多这种hier order functions 来对它进行manipulate 我有一个疑问 嗯 它这里的42++ 它是一个function 它 对对 这个很有意思 我 你问问题问得很好 加加的它的type 是list a list a 到list a 对吧 那么42加加它的type 是什么呢 我觉得它42应该是它一个parameter 加加才是它的function 对呀 42加加是list of a 到list of a 你只给了它一个argument 那么它返回的是list of a 到list of a 这就是我说的function是一等公民 你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value返回出来 所以说42加加就变成了一个unary operation 它take一个argument 返回一个argument 这个argument就跟这个42给concate在一起了 它所有东西都变成function 对 比方说 比方说42加加 然后再给一个argument 5 4 那就是42 4 OK so far so good 然后我来给你们看一下简单的import 这个中文 比方说我可以import data.char这个library 然后在这个library我多了一个function 叫做tureUpper tureUpper是给一个char 然后把它变成upper 比方说tureUpper a我就拿到了a 那么我可以写一个function 叫做map toUpper hello world 会发生什么呢 它会把里面每一个chart都变成它的upper形式 ok 然后 不好意思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 haskell里面的如何定义一个recursion 比方说我想定义factorial这个function factorial是0等于1 然后factn等于n乘上factn-1 如果我run它的话 我就会出来10乘9一直乘到0 0就是一直乘到1 就写了一个factorial function 因为我在这个gci里面 所以我不能写这种multiline 所以我得把它写成一行形式 在haskell里面 如果你要写一行要隔开的话 你需要这个semicolon 但是如果你把它写成两行 这是一行 这是第二行的话 你就不需要这个semicolon了 ok 有任何问题吗 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然后我们继续 haskell还有很多很多的feature 还有很多的功能 你如果去仔细了解它的话 随时都有可能blow up your mind 这有一个link actually从haskell官网上面 叫做blow your mind 你可以去上面看一下haskell的一些tricks 会真的非常精彩 但是你可能在想 如果haskell没有side effect 是它是所有都是pure 那我该如何simply print 一个statement到standout 我该如何做concurrent programming 因为concurrent programming 本质你需要在不同的thread 进行communicate 如果你需要在不同thread 进行communicate 本质上是对variable进行了mutate 我该怎么办 haskell这时候我就得introduce 一个东西叫做mona 你可以把mona 想象成是java里面的interface 或者c++里面的template 但是在haskell里面 它是一个typeclass 它是一个class 但是它是对应着types 我不知道这么说 也不make sense 但是把它想成一个interface的话 它require两个functions to implement 它require一个bind 它require一个return bind和return这两个function 所以说你要说某一个东西是mona 这个东西必须得implementbind和return 那么什么是bind呢 你可以看这个mona的m 说的是一个generic type 这个有点像是比方说 你说array list of t 这个m就是那个t 你可以把这个mt 换成任何一个type 比方说integer,string 或者我刚刚说的那个 map那种functional type 那么你把m 换成某一个concrete type之后 这个bind和return里面 这些m也会变成那个concrete type 那假如这个m是一个list 那么这个bind它的type 讀起来就是a list of a 到a到a 到a list of b 到a list of b 到a list of b 那return读起来就是a到list of a 所以你可以发现bind和return 它们两个return result 都会加上这个m在这个value后面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一旦进入到了这个mona 我就永远逃不出来 一旦这个value进入到mona 它就逃不出来 它永远都会被放在一个m里面 这个m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成一个box 把它给包裹住了 它进去了之后它就出不来了 那它为什么进去之后出不来 因为这个东西很有可能会有side effect 这里用了andrew ng Stanford的一个教授的meme Don't worry about it if you don't understand Mona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 是一个比较advanced feature of Haskell 我不期待你们会全部懂它 在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 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article 是做了一个visualization explanation of mona 它先从functor开始 在这个functor和数学上的functor不太一样 然后再讲到applicatives 然后最后讲monas 然后它画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图 来解释这些东西是什么 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OK,有了mona这个东西之后 它像是一个magic一样 就给予了Haskell 可以做effective programming 可以有effects 可以print的东西到terminal上面去 可以有variable mutation 但是它在同时又不会把它的type system给messed up 那么最常见的一个mona就是 iomona或者说 或者说input output 有了iomona之后 你就可以写东西到terminal 或者读取东西从terminal上面 比方说这左边这个图有两个function 叫做putStringLan 第二个function叫getLine putStringLine它的type是给我一个stream orreturn一个ioofunit type 就是说给我一个string 我把它写出去了 但是我return出来的东西是一个mona 但这个mona不capture任何东西 因为我不需要return任何东西 getLine呢相反 它是从terminal上面读取一个东西 所以它return给我的是一个iomonaofString 这个string就被包裹在了这个iomona这个box里面 它就永远都逃不出去了 然后呢如果你要用这三个function的话 你可以在haskell里面它有一个syntactic sugar 叫做du 你现在可以不用了解du是什么 就需要知道有了这个du之后 你可以说putStringLine 然后给一个string 它就把这个write your strings print print到了terminal上面 然后你再说getLine 就把terminal上面读取一个东西 得到这个string 然后再把这个string给写出来 就相当于是写了一个echo一样的东西 然后你已经见到iomoda了 因为我最开始给你们看的那个concurrency 那个code它其实就用到了mona 不过它用的是concurrentmona 就是之前那个 码里面就有这个du notation 还有forconcurrency 还有这个奇怪的左箭头 还有这个putStringLine show some result 都都是在用iomoda mona在haskell里面是一个 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fundamental的building block 如果你理解了mona之后 你就理解了大部分haskell的 pretty muchday-to-day development work life OK 接下来我想讲一下haskell 一个独特的特点 叫做software transactional memory 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video 是他吐槽 现在的那个concurrency locking机制是什么样的 我们直接从48秒开始 在写上的经济中 就是这个功能 我们在过去过的30年 我们真的有了解 是用的技术 是用链子 用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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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它的解析 特别圆了 这个是一 Aug pagin bias很感觉 那么多李斯莺的設計我 是带riends关于怪 bracket the concurrent programs so my favorite analogy is like trying to build a skyscraper out of bananas so very skilled builders and bricklayers can learn how to hook bananas together in ways that are reasonably stable but it's not a very good use of their skills and even if it was the skilled people build these structures out of bananas but they tend to fall down rather easily they're fragile so rather than invest more research 他这个用香蕉来建高楼的比喻挺搞笑的 他刚刚说的是locking和conditional variable 然后他说这个意思是说用这两个东西来build sophisticated concurrency models 就像是用香蕉来build高楼一样 因为非常skilled的人可以做了 但是他非常的fragile 那他是想说什么呢 是说他想介绍一个software transaction memory 这种新的 concurrency model 然后用这个新的model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首先我们有一个sequential code 然后在这个block就curly braces里面 在haspl里面如果你加上atomic这个keyword的话 他就把它变成了一个transaction 那什么是transaction呢 他implement一个叫做all or nothing semantic 就是要不就是所有的一起做 要不就没有一个能做到 他是一个atomic command 然后所有的tommy block ask you 在这个block里面都是isolation的 那他具体是怎么做到的 然后他的好处就是 当然他就避免了整个deadlock from happening 他具体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他这里面的code是没有任何的locks的 没有lock那当然就没有deadlock了 然后所有的read和write在这里面都是把他们给写到了一个thread local的transaction log 然后所有的writes都去这个log而不是去memory上面 然后最后这个transaction把所有的完成之后 他会try to commit to memory 但如果一旦file掉了整个transaction会re-run 我知道这说的是比较high-level的idea 就想给你们一点taste of software transaction memory 可以有兴趣可以去读一下这篇paper OK 我们来summarize一下我们的haskell haskell是pure 没有side effect 它是函数式的 所有的函数都是e-den公明 然后呢它有一个非常先进的type system 提供了mona这种概念来做effectful concurrent programming 它在做concurrency的时候 你可以不用任何的primitive 不用任何的locks 而是用它的stm 就可以做到no-deadlock这种形式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high-level Haskell code 然后每天就会很开心 这个comment上面有一个人说 Angie姓吴 Angie是粤语英文发音 不好意思 我把他的名字拼写错了 谢谢刘真 我的理解是类似sql transaction 要不然全部执行完成 要不然不会发生 不存在中间状态 对 和sql transaction 会是有一定的similarity的 OK Our journey won't stop here 因为下一步我们要来讲Rust了 Rust是一门system programming language 它的target是来completely replaceC++ 它是functional 它给developer fine control of memory usage 我们都会看一下 什么叫做fine control 然后引用C++ community一句话 what you don't use you don't pay for 它引领了非常先进的 或者独创式的ownership system 我到时候会讲一下moves和borrow 这两个operator 然后它的compile time 会completely prevent data races 我们等会回来讲它的ownership system 是如何保证这一点的 Rust在语言开发的早期 它就有两个promise 一个是 you decide the lifetime of each value in your program Rust frees memory at a point under your control your program will never use a pointer to an object after it has been freed 这两个promise 虽然看上去非常的make sense 非常intuitive 但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大多数语言 都不能保证这两个promise 比方说C++ 它们能做到第一点 你可以在C里面可以free memory 你可以直接靠free 但是它没有做到第二点 它有dangling pointer 你可以double free一些memory 然后这种事情发生的非常频繁 然后它有undefined behavior 你如果做memory操作不小心的话 就可能掉入到这些陷阱里面 一些其他的语言 比方说Python Go Hasco 这种比较advanced language 他们promise的第二点 你不需要担心有任何的 这种dangling pointer 这个操作 因为他们用了一个东西叫做garbage collector 来帮助你count reference 来帮助你free这些resource 但是你代价是什么 就是你失去了第一点 你没有control of those objects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一个例子 比方说这是一个Python 我们首先我们定义一个s 它是wooden 它是一个list of strings wooden, raiment, soba 而我们把s三给t 再把s三给u 在memory里面 它是如何做到呢 首先在stack上面 我们有variable stu 然后呢 s是point到了一个list fat pointer 这个fat pointer有三个东西 一个是reference count length, capacity 四个东西 还有一个是pointer到实际上的list 然后这个list又point到三个stream wooden, raiment和soba 这三个string是在heap上面的 这个reference count 你每增加一个reference到它 这个reference count就会往上增加 然后这个garbage collector 就会通过这个reference count 来determine 什么时候该free这些string 什么时候不应该free它们 所以在python里面你可以看到 我没有assign一个variable 从s到t 它就只是增加一个pointer而已 所以它这个整个操作是非常非常的cheap的 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你需要garbage collection 你需要这个reference count 我们再来看一下c++的一个example 我们定一个vector of vector of strings wooden, raiment, sobao 同样的再把s三给t 把s三给u 它在memory里面是怎么怎么展示出来呢 首先s也是一个pointer 它在stack上面 它point到hip上面的三个string wooden, raiment和sobao 当我们把s三给t和u的时候 在c++里面 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deep copy 我们给t asign了三个string在hip上面 给u又asign了三个string在hip上面 然后把s point到它的stu 都分别point到它们自己的上面去 这个操作是非常的expensive的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garbage collector 不需要reference count 然后你可以想什么时候free stu 是under your control 你可以随时free它们 但是你就必须得格外的小心才行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rust 它是如何做这个操作的 首先我们第一个s 它同样是个vector of wooden, raiment和sobao 然后wooden, raiment,sobao 都是三个string leave在hip上面 然后我们这个s是一个pointer point到这个hip 当我们把s三给t的时候 我们说在rust里面 每一个hip object它都有一个ownership 就是我own你 但是我们把一个variable 三给另外一个variable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把这个ownership给move了 我们把s的ownership move到了t上面 这时候在memory的表现就是t 现在是一个pointer point到wooden, raiment,sobao 这三个hip的string上面去 s呢 s就是uninitialized 因为它已经不再是honor了 那我们第三行 再把s三给u 会发生什么呢 你们猜一下 这其实我slide上写了 就是rust compiler会file掉 因为s现在已经是uninitialized 它在compile time的时候 Russ就会知道 你不能这么做 因为s现在已经不能 不能给move到u了 这么做的好处是 首先它就像python一样 非常的chip 整个operation 就是o1做完 第二点 你知道ownership在谁身上 stu 你知道它一定在t身上 因为把s s给move到了t 但是它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比方说你把s给move到了t上 那你s就uninitialized 这个不是很make sense 对不对 因为这样的话 你就必须得keep这些variable 哪些是有honorship 哪些是没有的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move的一些其他的特性 比方说如果我现在x是honor of这个十二十三十这个vector 当我们进入一个condition 然后呢把x分到f里面 或者把x分到g里面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honorship从x move到了functionf的parameter 或者move到了g的parameter上面去了 这时候我们再到最后 callh 这个rust的compiler 可以聪明的知道这个x在h这里的时候已经是uninitialized 因为不管是去了f还是去g 它的honorship都已经被move掉了 第二个example是wow loop也是一样的 我们第一遍就把x的honorship转移到了g的parameter上面了 那么第二遍 wow这个loop的时候x就已经是uninitialized rust也是知道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发生的 ok 然后我刚刚说了 我们有了这个movehonorship这一步操作之外 之后我们只能在 我只能把honorship给一个variable 这种操作的局限性非常大 因为我们不能不能 现在不能有shared variable 就两个variable同时point到同一个东西上去了 rust introduced另外一个东西 概念叫做borrow 一个variable对一个heap object有一个honorship 但是其他的variable如果想要用他的话 他可以borrow这个honorship 但是就像是借一个honorship 你还是得还回去的 就他们不能永远的保留这个heap object的honorship 并且他们不能outline 这个原来的honor的honorship的lifetime 比方说如果原来有x x是这个vector的值 然后其他有y和z borrow他们的honorship 如果x消失在了scope 已经被free掉了 y和z就不能再不能再用 不能再去那个已经被free掉的resource 所以它completely prevent了dangling pointer double free这些操作 在rust里面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borrow是如何work 比方说我这里写了一个function 叫做show 然后show take一个table 然后我们这里用了一个和c++里面的那个address 一样的operator n% and 来表示我要borrow table的honorship 在borrow tablehonorship里面 我再for一遍它的里面的 它是一个hash table 我再for一遍它的key和value 然后这些key和value也同样是borrow出来的 它没有任何的honorship 然后再for这个work出来的东西也是honorship 所以最后我自己要print这些东西出来的结果 不会对这个table的本身的honorship有任何的影响 在rust里面borrow有分两个borrow 一个是shareborrow 就是你只读它不去不去改变它 第二个是single mutableborrow 就是你borrow这个东西但是你会对它进行改变 你会对这个vector里面加东西或者删除东西 那么在rust里面如果你只是读它的话 你可以有很多个borrow 但是如果你要去写它的话 你只能有一个borrow rust compiler在compile time就知道你的那个mutableborrow 是否是超过了一个 还有一个example 比方说我这个屏幕的右下角 我先定义了一个variable r 然后呢我在一个block里面 我说let x等于1 然后呢我再让r再把x的ownership borrow给r 然后在这个block结束之后 我说我想要assertr的point到的内容是否等于1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 rust会报错 为什么呢 因为r是declare outside of那个x的block 所以x在这个block结束之后 x就被free掉了 那么r就会point到一个被free掉的resource 但是呢因为x才是e这个东西的honor 所以当honor都消失了 你就不可能再borrow它了 所以这个program就会被rust compiler给rejects掉 OK到目前为止有任何的questions吗 我们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rust的这个honorship机制如此的powerful 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个function叫做exend 你不知道rust的syntax没关系 可以大致可以了解一下 可以猜一下它在说什么 exend这个function take两个parameter 一个是vector 一个是slice 然后这个colon之后的东西说的是这个vectortype 是什么 这个vectortype是一个endmutevectoff64 它是说这是一个mutableborrowofvector 它的type是f64 是一个floatingnumber 那slice的type是什么 是一个end这个square bracketoff64 是一个constantarray 然后呢在这个function implementation里面 我们for一遍slice里面的element 然后把这个element给push到这个vector上面 为什么能push呢 因为这个vector是一个mutableborrow 所以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修改 然后在下面我定义一个wavevector 它都只是0,1,0-1 然后我把最后是关键 我把这个wave传到两个argument里面进去了 这个function如果在c++里面的话 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就是我initialize一个vector 然后把它的referencepass进了这两个 然后一个是对另外一个进行push操作 在c++这里面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操作 是一个undefinedbehavior 因为当你push element进这个vector的时候 vector会dynamically allocate新的memory进去 然后你就不知道那个slice的point到哪一个地方去了 我右边有一个图是讲它的具体的memory的机制 这个vector首先得point到wave 然后wavepoint到 一开始是point到0,1,0-1那个vector 但是当你push element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vector给dynamically allocate 然后这个wave就point到了新的那个vector上去 但是这时候slice还在point到老的那个vector rust 如果你把这几行代码放到rust里面的话 rust的compiler会告诉你 你不能这么做 它会说 you cannot borrowwave as immutable because it's also borrowed as mutable 很神奇 对吧 rust在compile time就告诉你这么写是错的了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rust有了这个ownership之后 你不会有dangling pointer 你不会有double frame 你不会有uninitialized memory 你不会forgot to unlock your mutex 所以你可以非常依赖rust的compiler 来帮助你check your code 其实你知道吗 就是rust的compiler 相当于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compiler 它可以do the work 然后你可以rely on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mutex mutex是用来prevent data waste data waste 会give undefined behavior 在c++和go里面 但是不像go rust的话 它会把你要被protect data 放到mutex里面 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去 对mutex进行unblock操作 你只要对它explicit lock就行 我们看一个example 首先我们定一个data 它是0 然后把这个0放到mutex里面 然后我们定一个新的thread 这个thread spawn里面用到了一个move 就是说我要把这个data的ownership给move进来 因为thread是会对这个data进行操作 如果你不move这个ownership 你会把它的那个data给修改掉 然后在这个thread的implementation里面 你说netmuedata等于data.lock 这时候我就把这个data给lock起来了 lock完了之后 我再说star data加等于1 就是把data point到的东西给它increment by 1 然后当它leave最后这个curly braces的时候 data这个mutex会自动帮你unlock 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它什么时候没有被unlock 什么时候被unlock了 然后再回到我们最开始看的那个example 我们有一个savedata 它是一个mutex link 然后我们创建1000个thread 给它们里面每一个加页 这你不需要担心它有没有被unlock 它会自动帮你unlock 然后这是一个我刚说的是一个spun drawing paradigm 最后把它drawing起来 还有一点我想我没有讲的是这个arc ARC new 它是在Rust里面是implement的一个reference count 因为在thread里面你需要spun1000个thread的话 你需要告诉Rust 这个pointer有1000个pointer到这个savedata 然后Rust就不会把它给free掉 直到这个reference count全部都够尾位变成零的时候 Rust才会把它给free掉 在那个fearlessconcursingRust的post里面 它总结了四点 一个是Rust channels enforce threat and isolation 第二个是lock data not code is enforced in Rust 第三点 Threat safety isn't just documentation it's law 第四点 Even the most daring forms of sharing are guaranteed safe in Rust 然后最后final thoughts 你们可能会对 所以现在有谁在用Hasco 有谁在用Rust一些问题比较感兴趣 可以看一下这个链接Hasco in industry 还有Rust in production 这个quote挺有意思 My biggest compliment to Rust is that it's boring And this is amazing compliment by NPM的一个engineer 如果你喜欢Hasco 然后想要学我这个size 是给你一些flavor或者一些taste 如果你想去真正了解它的话 我推荐这两本书 Learn your Haskell for great good 然后第二本是real world has 这两本都是免费的 如果你喜欢Rust 我强烈推荐programmingRust 这本书 这是我读过最好的编程语言书 第二个是fairless concurrency with Rust 就是那一篇讲concurrency的post 在Rust的官网上面 这本书在oreilly 如果你是微软员工的话 也可以去oreilly上面免费的读 但是amazon的话估计就20刀左右 OK 有任何的问题吗 我们正好是一个小时 Riff在那个chat里面问了一个问题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多个transaction同时修改一个内存 或者transaction执行过程中 某个内存内容变了会发生什么呢 哦 他会review the transaction 哦 他其实问了两个问题 我对那个atomic也有一个问题 它其实好像是 其实就是避免 就进行memory shell 对吧 对对对 当操作的时候 他在把所有操作发送到一个thread log 对吧 对 那他那个thread log 是不是也在memory上面 那是他只是属于他自己的这个thread 对吧 那如果我们数据数据非常多呢 那他会不会对他的那个thread的stack有什么影响 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嗯 关于就是software transaction memory 其实我了解并不是很多 我建议你们去看一下他的原本的paper 我本来是想当成一个bonus 他回来讲一下 但是 我没有prepare的特别好 在这一部分问题上 对因为我对那个啊 transaction这个 就是大概想了一下这个实现可能 比如说我如果读了很多的数据 啊 或者说我这个耗时比较长 比如说一开始读了 读了一堆数据 然后我做了很多事情 嗯 他耗时比较多 然后最后我把数据写回的时候 他可能以前那个东西也变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再redo这个transaction的话 可能会有大量的transaction failure 而且用的内存也会非常多 因为他如果要保证不写坏数据的话 这样你说的他如果要redo的话 那他要检测以前所有的被碰过的内存 是不是修改 这一个代价不小 我真的 我觉得可能是他可能是牺牲了一部分的performance 来做这个 ok 对对因为我知道的可以检测呃内存变化的一些机制的话 呃 有没有一个什么benchmark来比较他的performance 这个这个基本上是实现了debugger里面的那个呃内存写断点 嗯 但是内存写断点呃大家都比较大 ok 嗯 然后另外我还比较好奇的是啊 rust的里面的这个啊 嗯 他和 就是 就是ci加istl人个auto pointer或者是呃unique pointer 啊 因为感觉行为非常 啊 因为感觉行为非常 就是如果你复制的话 就是如果你复制的话你的ownership就没了 嗯 但是你看后面就有ci加加11的时候 他说呃unique pointer is preferred for the around 那你知道为什么他被 他为什么不被喜欢吗 我记得好像是呃因为如果放到vector 然后之后你如果在啊vector的一些啊操作的时候 如果你把autopoint的放到vector里面 他其实是不安全的 就是autopoint的你没办法跟vector混用 但是如果你是呃 对这个我也搜过 但是只是提了说一个是compile time的error 一个是runtime的error 啊啊所以这个是在runtime的时候来check吗 啊对这个类似像在runtime的时候 这个你会在runtime得到一个crush 这好像是他们唯一的区别 啊但是其实后面的话 ci加加也有提供别的 比如说gsl里面提供了叫啊 owner啊 owner pointer 叫ownerptr 啊他用那个来实现 在compile time里面实现那个 ownerptr 对 然后他在compile time里面用 啊 他其实是 啊 叫syntax tracker 啊 然后用ownerptr来track 它那个owner 啊这个是ci加加的新的那个标准 我觉得有可能是被runtime influence了 但我不确定 这个这个已经非常长时间了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跟runtime的实在前 但这个确实已经非常长时间了 嗯 interesting 到时候来看一看 谢谢 没 呃我也我也不懂 我就是乱抛问题 就是想知道这个 没事没事我喜欢喜欢这样的 我对西加加其实了解不是很多啊 是就大学的时候写过一两年的嘛 都都一样西加加谁敢说了解 嗯 不好意思我是萌新今天新进来 请问有录播或者slide 对啊 录播现在就在播 等完了之后 把它上传到youtube上面去 然后slide会有的到时候 会把它post到我们的那个网站上 我也觉得为什么比如说 好 应该很多人启蒙的语言都是c++ 比如说你在学program language 或者是operating system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c++ 但是moss在工作里面用c++真的是很少 很少很少 碗头不就在用 应该还挺多的吧 我也在用 嗯 因为c++比较 嗯 就是他他直接接触内存那些东西 所以到后面 嗯 相当于打一个底 可以比较方便的学习那些什么体系结构啊 方便学习别的课 他就是这样 嗯 对他一上来讲Java的话 后面的课就不太好讲了 对 哦 嗯 问到什么网站 是这个网站 System Meetup 然后我们的slide都在这个report里面 所有的recording都在这里 是YouTube videos OK 嗯 感谢大家参加 我们今天的meetup到到这里结束了 下个星期呃 晚童会来给我们进行一个talk 然后我们的schedule Zookeeper Zookeeper 下个星期是讲 Zookeeper 然后我们要读Zookeeper这篇paper 然后看Lecture 8 OK 那就这样了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Java 讲得非常棒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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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